終於來到最後一輯 即是這個2021年天平座水星逆行回顧的3-3 在我出完3-2之後 但是我搞這個3-3之前的這幾天裡面 發生了三件事 而這三件事真的令我不得不信服 而且也不得不去佩服自己 我之前一早已經說 就算過了11月3日 這個水星逆行的後陰影期 但是它真正的影響力是一段時間還沒過的 我一早已經這樣說了 而我最近這幾天 即是現在是什麼時候 11月20多日 過了那個後陰影期 都整兩三個星期 都還發生一些和水翼 一些主題有關的事情 在我生命裡面 那很明顯就是真的顯現到 喂這個水翼呢 沒那麼快完 因為受到那個VIA COMBUSTER 這個邪惡的影響 好了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突然之間有個兩年前的舊客找回我 那大家都看到了 上次去找我去做服務 已經是2019年5月的事 水翼經常遇到舊人 這個是一個水翼 每一次水翼的common theme 但是我一早已經遇過了 今次因為是天平座的水翼 所以會更加容易遇到 一些和天平座有關的人物 即是什麼呢 客人 或者是跟你有合約關係的人 或者是舊的男女朋友 或者是一些前敵人 那所以 一個兩年都沒有找我的舊客 無緣無故地去找我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 即是沒有神奇 但是呢 我沒有做服務的詳情 你去看之前的那幅圖 那也都在這裡說一說 其實 其實千佈算命 有些事情是不能問的 即是 例如 這些賭博 投資 你應該去選哪條路 那些事情 你想想 如果千佈可以回答你 那我今時今日 我還需要坐在這裡 我早就買六合彩 變成億萬富翁 對吧 那 但是 那 那 有些什麼問得不問得呢 其實 我已經是有一個系列 就叫做 塔尖暖臨玄學普及 其實在Facebook IG MIV 甚至是YouTube的 community 你去找回這個hashtag 塔尖暖臨玄學普及 都有很多 跟千佈算命有關的 Stories 去分享給大家 那現在已經是出到Vol.6 最新的 volume 就是講 一些宗教 科學 科學 中間的一些 分野 或者他們中間的矛盾 都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 亦都是去豐富一下自己的 擴闊一下自己的眼界 而 而 近日發生第二件事 就是 這件事不是發生在我生命裡面 但是呢 我就見到 就說呢 台灣 有一間百貨公司 就是名店來的 是Max Mara 其實算不算是很明 Anyways 但是總之都是一些貴價東西 賣漂亮衣服 漂亮衣服 金星獎館 美麗的衣服 這些fashion的東西 我之前那個預告也都說了 那 詳情呢 麻煩你現在看 螢光幕的右上角 那 會有一張Q Card 就是我一開始成龍封面那條片 的一個 direct link 那你們按進去 然後 你們聽回 那條原片 即是第一次開頭的預測 最後兩分鐘 你們去 37分 30秒 開始聽 那我就 已經一早預告過 其實接下來一些名店 買這些名牌 珠寶 台灣的行業 就會遇到一些 即是 即是 西客 在搞你 甚至嚴重的話 會 有些官司 司法 法庭的訴訟 那果然 現在來到 11月20幾號 這幾天裡面 就忽然之間 看到台灣有一間百貨公司 那 就有個 大陸客 我們最喜歡的大陸客 他不是客人 這個大陸女人 就嫁了去台灣 給台灣老公 那 他就 買了一件衣服 改了 但改了之後 就有點增壓 然後他就發神經了 而 即是 有些人說 其實是否他 改得不滿意呢 但 但是他那個版本 就是說 因為他見到 他之後才發現原來 這件衣服是 Made in China 即是Made in他的家鄉 所以他很不滿 這些人 就真的叫做 打罪紅旗 反紅旗 整天 說到自己小粉紅 但是 看到祖國霍又不撐 那你說這些人 是不是虛偽呢 Anyways 我就不再作評論 但是 總之 他就在大鬧名店 還有 這件事呢 的確是驚動了台灣的警方 是將他 打了回警署 那 跟我當初 說的那個語言 是 吻合到 100% 的 而 近日的第三件事 這件事呢 就發生在我身上 就是 我無端端 那條電話餐電線 就壞了 所以呢 途中我就買了一條新的 即是 電話餐電線呢 是 即是你很少可會壞的 還有我保養得很好 我又不是說 經常去拔斷它那些 即是在那裡拔它 踢它那些 但它無端端壞了 那就是 就是這些電子零件的東西 就無端端失靈了 那就是一個 水液非常之 常見的一個問題來的 而我也都在此 預告一下 我們這次這條 回顧的3G3呢 可能 會是一條最悶的片 為什麼呢 因為 它就是 專門講一些 就是 水液的 common themes OK 就不是 再之前一些 跟今次 天明座或者 今星有關的 一些很specific 的Themes 而是我們每一次 水星逆行都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 雖然 會有些沉悶 但是其實 反而是更加 必須要聽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東西 原來就不是單單發生 在今次天明座水星逆行 在以後 每一次任何星座的水星逆行 不論你 八陽座 射手座的水星逆行 原來都會發生這些問題 所以 前事不聞後事之事 我們這次要去引以為監 要去記住 原來 所以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以後 將來去警惕自己 OK 還有 說真的 這次呢 這次我都說了 因為 VIA combustor的影響 那些問題是會非常之邪惡的 是很激烈的 這次 我之後會有很多 一些不同粉絲的 feedback 這次這個水翼是嚇死人的 是一個真的叫嚇死人的程度 所以 有這些這麼真實的事例 那 就印象很深刻 那你們將來就可以去警惕自己 OK 首先要投訴的 就是一些 電子儀器 軟件 一些科技的東西 失靈 而這件事是 牽涉到我本人 不單是嚇死人 亦都是生氣死人 亦都是真的 分分鐘變成死人出來的 因為我真的 那一下 我真的生氣到想跳下去 告訴你 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如果有看我那個 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烈 黑天鵝事件 的下集 B of C 又是看右上角 現在螢光幕的右上角 會有張QCard 會直接彈你那條片 黑天鵝事件 下集的B of C 那個片頭我都有解釋 但是 我在這裡講一講 其實我每一次做片 都很認真的 大家看到我很多底圖 其實我在後製的時候 要哪一分哪一秒 去插圖 每一幅圖 每一幅圖 要維持 短時間多久 這些東西全部都計算了 我直接用計算機去計算 然後就有那些文章 那些東西 真的很認真 很辛苦 那一晚呢 我在這裡準備 那條黑天鵝的下集 B of C那條片 其實它本身是 B of B來的 但是最後我要引申了 再多一集 就變成TOSSILE 有ABC三個 OK Anyways 那我那時候 就打了整晚的script 在Microsoft Word上面 但是 到我最後 save的時候 它竟然把我整晚 大概三個小時的功夫 全部抹殺掉 它什麼差都沒有給我save過 我生氣 生氣 生氣 我真的 三個小時 我裡面打的全部內容沒有 所以我現在開始 例如 就算這次這個水益回顧 我都開始 我算了 我不再打script 我開始臨場爆肚 但是 大家自發覺得我的表現很不好 都不會說很失敗 當然 其實 說到臨場爆肚 但是我之前 都會有少少的point 我寫下了 但是 是真的一個point 而不是整份廣告 整份script 還有那件事 也是教訓了我 以後 我真的不再信MS的東西 我想著以後 什麼都是用Google Doc OK Anyways 那晚就是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三個小時的努力 它什麼都沒有給我save 這就是 電腦的一些失靈 大家可以問自己 其實 不單是這次水益 過無每一次水益 有沒有發生過電腦糟糕的狀況呢 另外呢 話說我在 9月29號的時候 那時候有條youtube的片 就叫 中中中 2021 風雲變色 響驚雷 我怕大家可以去看螢光幕的右上角有Q卡 給你去按那條片那裡 這條片呢 就在 今年9月29號出的 已經是水益的時候 但是呢 在那條片裡面 我做了一些介紹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忽然之間 神推鬼一樣 說了9月26號 說了那3天 那 這些 濕魂魚的狀況 也是水益會很常見 但是老老實實 當我 in retrospect 去 去分析自己 去分析自己 為什麼會 講錯呢 由29號 到26號 就情有可原 因為 就是29號 26號 基本上就是9號 和6號 有時候 我對數字 會很容易混淆 就是9號和6號 都是3號的倍數 可能我這樣就說了 或者 有時候 我試過 我要定期去 visit 某些人 可能是 24樓 但是 一門樓和樓下的管理員登記 我就說了28樓 因為 24、28 就是4和8都是4的倍數 就是 有時候 我自己 我會對這些數字去搞亂了 但是 Anyways 始終這件事是發生在水益之中的 那我便 賴水益 OK 那說完一些 只是牽涉我本人的情況之後 就說一些 在全世界都辣火頭 踩光全世界的尾巴 global 我們見到的狀況 首先 Signal在這段水益期間 就曾經壞過的 我記得是一個 好像蠻想 Anyways 跟我Client 講講一下 是好地地的 然後 無端端 我那些 訊息 就無法發送給他 然後 我還以為 是不是自己的問題 然後 終於 Signal就去 給個通知 說他們 down了 大家想想 Signal開了這麼久以來 從來有沒有 down過 是沒有的 但是偏偏在這段 水星逆行的期間 就發生了這件事 啊 我在這裏提多一次大家 今次這條片 3-3 講的全部都是 每一次水益的 common theme 所以我不會再去 emphasize 因為這個是 因為天明座 或者是金星的影響 沒關係 是每一次水益 都會有這樣的事情 OK 所以 Signal就是 偏偏是這次的水益 它這麼遠來都沒有壞過 根據大家的印象 是不是 所以這次懷是一件 很罕見的 很稀有的事情 偏偏就是在水益時候發生了 而在Signal 那東西沒有多久之後 我想是 3-4個星期之內的市 是啊 就有一個很家常便飯 經常都出事的 東西 那就是Facebook 旗下的 就是所有的 它的產品 Facebook IG 還有 WhatsApp 都出事 那這件事 大家一定是記憶猶新的 因為 Signal就不是說 每個人都裝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一定 新秀旗開 但是Facebook IG 和WhatsApp 在現今都很常用 大部分的人都用 那時候 就真的 遠聲再道 就像李香琴這樣 說了 或者是喊了 快街沒日啦 慘無人道啦 而這件事是厲害到一個點 大家去看看 Facebook Messenger 在他們的Twitter 直接去說 半開玩笑的說 是因為水星的強行 即是Mercury Retrograde 所以就令到我們這樣去 搞瘋了 反正 因為 Astrology 在西方 是很流行的 很多人都會相信這件事 等於我們中國人相信風水 所以 所以 連一個這麼官方的Twitter 都會去 把這個 流行的概念 帶到他們那裏 OK 但是也都證明了 這件事 不只是我塔尖亂林 在自說自喊 我什麼都在這裏 而是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 都知道有這回事 而且是相信這回事 所以大家 將來去談論 尖星 或者普通的 十二星座的時候 不需要太過界懷 人家覺得我很迷信 很八卦 其實根本是一個 pop culture的事情 好了 講完通訊設備 現在就要講交通 我們可以看一下 Youtube 有一個留言 Katy小姐 就說 每次水溢 討厭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會出現 我就沒有 但我會常常遇到 很多救人 但他們就不一定討厭 有些我 其實我都是很喜歡 那些人 可能是因為這次天平座事 一些過往跟你有 有戰鬥 有戰鬥的人 甚至是有官非牽涉的人 所以可能那些人討厭 好 而且可能 也根本是你自己 你的人 是朋友多 還是敵人多 好 無論如何 還有 所以他都 他都很乖 有看我當初 成龍封面的預測 所以他就 月頭已經立即去買 買東西 還要是電子產品 最容易拿東西 但都是遲了才收到貨 OK 但他都看得到 咦 為什麼每次水溢 都一定會有大大小小的 塞車 而 我已經去回答他 即是這些交通意外 延避 什麼造成延避 就是那個 traffic的延避 是不是 這些東西 機械 因為你要寄東西 用船 空運 或者用車 寄貨 那些東西 Traffic Jam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水星逆行 私空見慣的 Common Seam 還有大家可以想想 首先為什麼是Common Seam 因為都是水星 水星就是管這些東西 水星是管通訊 我們之前說了通訊設備 即Signal WhatsApp 失靈 OK 水星是管通訊 亦都是管交通 那個 有一個 異曲同工之處 就是 通字 因為水星就是 將一些東西來來往往 運來運去 現在它是逆行 它打到退 所以這些 這些地區 就會出現 首先 我們看到日本 就出事了 有一天 在MIVV 群組 群組 有個 粉絲 說 東京 有九條火車線 突然因為停電 而暫停服務 他問 是不是水液 我就說 這件事是 常見過食山菜 而回到本港 我們香港也都 不讓日本專美 不遙多樣的 這宗是10月11日的新聞 你們有興趣 去Google找回 什麼都好 東鐵 有一個九卡車行駛中 突然出煙 那些人就真相 走被逃離 東鐵行行行出煙 這麼恐怖的事情 過往 你說常不常見 常不常聽 沒有 但是偏偏就是 水星逆行的時候 發生 是不是交通出事 出煙這宗 都是細新聞 所以其實 我沒有特別去 知道這回事 我都是 後知後覺 之後 有些人出來 我才知道 但是現在這一宗 就是發生 分享兩天之後 因為之前那宗新聞是 10月11日 現在這一宗是 10月13日 嘩 你都真的 迷惑不恐怖 又是 東鐵 又是 九卡列車 一路走一路 爆火花 這件事 我已經馬上 放在社交媒體上說 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 跟我們這次水翼 哪一個很具體的 theme 是認了 就是 VIA Combustor 中文是燃燒之徑 即是一條火路 一條會 著火的路 你說現在 這個 邊走邊著火 是不是就是 VIA Combustor 所以我早就說 今次這個 受到VIA Combustor 影響的水星逆行 是非常邪惡的 是可以造成很多 死亡 一些驚嚇的東西 這件事 你說是否認到 嚇死你 接著 又有一天 MTR就發生一個流水的狀況 是的 那大家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東沖線 Anyways 你們有興趣 去Youtube去找 那些人 在那個 在車裡面 都很無奈 就去 避開這個位 OK 又是水星逆行的時候 那這些交通工具 就有一個滲水的狀況 To be fair 如果你說 哎呀 他們平時都不會滲水的 那是因為 那時候打風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宗新聞 的確是發生在打風的日子 但是呢 我在MIV Group Chat 都跟粉絲去分享 去說 想一下你說是不是 我們偏偏在這段水期間 就是秋季 我們是有兩次颱風 你們記不記得 我們有兩次颱風的 而兩次的威力 都是幾大 因為一般你想一下 台風 還有你學過 Jogger 你都知道 那是因為有熱空氣 那是熱大氣旋 那是熱大氣旋 就是你要熱一點 那一定是夏天的 但是夏天真的多不多 台風呢 我又不太覺得 我真的印象沒有什麼 那來到這個秋天 還是水星逆行期間 就有兩個挺有名的 是不是獅子山 和圓規 那大家都 應該記得 還有 總之 是獅子山和圓規 那偏偏就是 水星逆行的時候去發生 那所以呢 大家看看這幅底圖 我都說 水星不單是影響交通 原來 在我們叫做一個 世俗占星學 Mundane Astrology 水星同時是掌管天氣的 啊 果然沒有說錯了 那 Youtube 有一條影片的粉絲也留言 是啦 Yen小姐 或是男士 應該是小姐 Anyways 就說 水翼連打兩個風 我沒有記錯 獅子山和圓規 是啦 還有呢 同時呢 有人說 哇 真的這次很厲害 家裡大廈 六部電梯壞了 啊 首先我想說 那個屋遠都應該很大 有六部電梯 OK 很多人混電梯 哇 六部電梯是壞了 你說這件事幾恐怖 還有呢 原來不止他 還有很多其他人 都是同病相連 又來回我那個Miri Group 我們從高看到低 是呀 呃 有人 家裡 住那裡 大廈三部電梯 壞了兩部 是啦 其中一部入了水 剩下我部都不是魏符 那部電梯和地面不平 哇 好恐怖 跟著就有人去回應 我公司唯一一部電梯 今天都壞了兩次 是啦 所以是啦 電梯啦 電梯又是一些去運輸你的東西 是吧 由高去低低去高 所以是啦 又是那些 即是交通這樣的東西啦 OK 即是我們之前都說了啦 跟著 哎 又去下面啦 阿Polly英語啦 九巴App出不了時間 那些車人不知去哪裡 嗯 又是交通的 失靈咯 阻滯咯 來到這裏呢 不妨做些少少的個人分享 那一件 即是在我 即是這次水益 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啦 那呢 就有一天我 某個下午呢 下午 三五幾 就有個 appointment 那我因為知道水益 那我已經是早了少少出門口了 但是呢 即是 人算不如天算 因為我就住單棟式大廈 那然後那部大廈呢 我那個大廈有三部升降機的 有一部升降機 就一路空起了 我不知道什麼事 是啦 那就 可能是有人裝修啦 或者可能有一些 就是遮遮清潔啊 在那裡倒垃圾那些 那總之一路空起了 那就是剩下兩部升降機啦 就 喂 跟別人想一下啦 那時候是下午來的喔 下午不是說有些多人 因為很多人都是上班的嘛 對不對 但我不知道那兩部升降機 就好像很不夠用 那樣 你知道我那部升降機 那部升降機呢 就不算遲的 因為我那部升降機是三點半 那但是呢 我去到那個樓下已經是三點三十一分 那但是其實 唉算了 就算我當我遲少少 前五分鐘都 都 acceptable的 那那時候還沒上去 但是誰知道 那一個雙下呢 即是一些很小的雙下 它只有兩部升降機那麼多 那然後呢 就是這件事我一向都知道的 那 但是呢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非販忙時段啦 即是三點多 那些人上班上學 那你怎麼會人爭呢 但是 竟然你們看下那個門口 那些人是排到 出去了那個門口 是直接是過了兩間鋪位 那所以我都即時跟那個對方 我發了一張照片給他 就是跟他殺個想 不好意思 那些人竟然是排到外面也是 那些人 但是我最後我就 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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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十個層上去那裡 那 我還記得很厲害 我一上去看那個鐘 我走了兩分鐘 我三十三分已經上去 我真的可以做消防員 我以後 那 那這裡就是體現了一些 就是 水翼啊 你那個行程 不要那麼緊 因為呢 一些去運輸你的東西 無論是地面的交通啊 地下的交通MTR 甚至是升降機啊 都會容易很多的延期 OK 那所以呢 真的要預早時間去出門口 還有那個行程 不要編得那麼緊 就是你不好的話 有不同的活動 我每個是隔十幾分鐘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的 唉 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那我不妨又講多另一單故事 那但今次這個故事呢 就不是發生在今次這個天平座水翼的 是發生在上次的水翼 應該是年中的時候 那就是呢 雙子座的水翼 2021年 是的 年中度 那那次是 做些什麼事呢 那那個真的很經典 那大家知道呢 我和那個 HKRD HKROMANCE DATING 香港分末 經常聯手去搞很多 即是的講座 他們經常都邀請我去 做一些工作坊 順便做一些交友活動 那那一次呢 就是我是 很特別的 我是教人去用星座 是的 去 溝仔溝女的 OK 那 而呢 這個HKRD的活動呢 他們本身呢 是經常都是在上環那裡舉辦 但是偏偏 即是那次的活動呢 他就改了去旺角 是的 那但是 我就沒有特別去看到的 我真的沒有特別去看到 但是呢 真是叫做 幸好我有占星座 幸好我有一個感受 我記得我講一晚呢 同時 因為那時候 水翼 相知水翼 我又是預早的時間 然後呢 去到 上環 是的 因為他們經常搞動 那個場地在上環 叫什麼什麼東 什麼商協大廈 是的 Anyway 好 好 我臨 下車之前呢 我忽然之間 真是深血來潮 我跟自己講 喂 現在水翼啊 你不要看 你不要去 就是這麼快下車 我還是去看那個電話 去按裡面那個link 那個活動的一些資料 我看一下有沒有東西 我是搞錯了 我真是深血來潮 發誓深血來潮 我一看 嚇到鼻孔都沒有用 嘩 為什麼這個場地不是這個 上環那個什麼東協 是不是東協大廈呢 嘩 它改了去旺角 嘩 嘩 好想我沒有下車 我立刻回頭 立刻趕回旺角 但是 只是遲了兩個字 但是放心 它那個活動 它還沒開始 因為那時候還要去organize 那些人 去坐位 什麼都好 這個呢 又是一個 水翼的一個真實 真人真事的例子 真的跟大家講 以後那個schadule 麻煩 不要偏禁 你真的遇到慢慢緊的話 發生了什麼事的話 你真的吃得了 OK 還有 真的 喂 每一樣東西 真的要看清楚 還有我們經常都說 那些文件合約 對不對 因為水星也是管一些文件合約的東西 那些文字 麻煩你看清楚 發電郵出去之前 看清楚 attachment 有沒有夾進去 或者有沒有夾了一些 北雅的成份 那些東西 這些全部 HALO的鏡頭 全部都是水星應人 要非常小心的 好啦 那我們講完 就是之前那些 Themes 又有一些新的Themes 其實都不是說新的Themes 但是 都是一些電子零件 一些技能的東西 發生過 Pay Me 有一個ERROR 大家記不記得 10月17號 我沒記錯是星期日 哎呀 神經病 說錯了 嘩 口吾 又是水翼 我剛剛不是說了Pay Me 不是Pay Me Sorry Pay Me我們一早說過了 FPS FPS 那曾經是 有一個甩漏的 真的 而且很搞笑 我相信 可能他們這個部門 沒有一些人是有簽簽帝 你好維修 不維修 不是說維修 維護 你偏偏是趁水翼的高峰期 去搞一個系統維護 所以你自己也說 未能遇見的情況 所以要服務暫停 所以 唉 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大機構 都有什麼御用風水師 李嘉誠也有御用風水師 我覺得 他們都要請一些尖精師 可以請一下我的 都沒什麼所謂的 在這裡買一個私人的廣告 和全世界各大的商戶 我可以做你們的職業 即商業御用的尖精師 好啦 現在真的來到說Payme 左邊的圖片 都是說FPS 在10月17日 FPS出事 但是 同時去到另一個Payment的App Payme 就在另一天發生事 我想是11月 應該是11月左右 Payme是曾經出過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我經常都用Payme 然後那個是下午來的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為可能你上班 你無緣無故做什麼Payme 但是我告訴你 那天Payme 是發生什麼事 它呢 即是你做了一些交易 在你那個電話的App 你就看不回 是沒有訊息的 但是呢 幸好它就在電話 就會給你一些記憶 就會給你一些記憶 但是 這些就是出錯 也都是不方便到大家做事 那就是水益很常見的事情 咦?為什麼又有日本? 這次香港和日本都好像經常都很出事 咦?我們之前說完 10月17號好像是星期日 FPS那天 那現在這裡又說了 都是10月17號 日本最大電訊商網絡故障 200萬的手機用戶斷網大半天 所以他們的人就在那裡告公道歉 那些總裁 嘩!這個10月真是多時之臭 多時之臭 唉!在那個10月17號的12日之前 10月5號 手機白達通 電子轉帳癱瘓 嘩!有些人聲稱 那個信用卡二購數而未能增值 這件事真是 唉!這件事真是 真是最拿膽 即是凡凡牽涉到錢那些東西 那好吧! 白達通出事了 在10月5號 而有個YouTube的Follower 訂閱者 TrinaTam都說 他都即時說了 白達通出事了 但是呢 咦!我們看樓上那個CoreenCoreen 又說 原來HKBN 是不是香港蜂瓶 都那東西 果然 原來他們是分享一些 最新的真訊息 因為 看回這裡的幅圖 果然是10月5號 真的 就是香港蜂瓶 HKBN 發生了網絡故障 所以就令到 那些人的 不單是家居扶貧 扶貧 連電話服務 都未能正常運作 所以就在這裡全力掌收 嘩! 所以我們看到有兩個日子 在這個10月多時之中 首先有10月17號 即是FPS系統維護出事 然後 日本那個最大電訊網絡商 令到200萬手機用戶都斷網 那是10月17號 然後 10月5號 就八達通 還有HKBN 那東西 這件事我真的可以去摘一個Mental Note 究竟這兩天的星象是如何呢 將來可以去分析一下 為什麼這兩天會是 特別一個水翼故障的高峰期 接著這裡 有些人在這裡 軟星載道 很多東西 你們自己看 但是呢 樓下有一個Wong Lemon 就說 原來Patreon都曾經過不了數 不知為什麼 那我就回答你為什麼 就是水翼啦 很明顯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從來就沒有Patreon 但是 所以我們看到 但凡一些Payment的東西 都會出事 影響到我們人世之間的交易 影響交易是跟天秤做很有關係 但是 Anyways Generally speaking 這些通訊 電子科技的東西 即是無論FPS Payme 電信箱 HKBN 白達通 Patreon 為什麼出事呢 就是因為水星疫情 好啦 差不多來到尾聲 這個個案非常有趣 有一個 那個家長 就私信我 即是他是我的客人 但是同時也是一位家長 就說 他們那個學校就打電話來 就說原來不記得 和全校的人 報那個校制音樂節 OK 還要交了錢 報名表給學校 但是竟然不記得了報 所以他真的好接受不到 好啦 塞魂魚大頭蝦 水星極行 但是還有沒有留意到一個 非常具體的題目 然後呢 校制音樂節 音樂節 還有一個音樂節 是一個音樂比賽 來的 大家要去 就是去拿獎 拿那些多少grade 多少grade 音樂 我先說是比賽 比賽就是天秤座 的theme 因為天秤座是說人與人之間 打仗 fight 那些這樣的東西 跟著 天秤座的主星是金星 而金星就是掌管音樂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去拿一個 mental note 亦都如果你是學著沾聲的話 應該要將這件事去抄到自己的沾聲筆記 還有說多一次 我們這次這條三之三片的目的 是為了真是叫做 前事不忘後事之思 因為這裏 cover 的東西 就是全部我們每一次 任何星座裡面發生的水星極行 都會遇到的問題 不論是天明座還是天蠍座還是摩蠍座 都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大家以後要謹慎小心 好了 這裏有一個 Gloria 就說 嘩 好一個2021 USB又掛了 幾年的資料沒有了 唉 我真的替他 好慘 好心的 跟著 電視機的聲音可以脫起 我很喜歡他用這個脫起 他用了一個叫做偷換概念 因為在佛教裡面脫起就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 這裏用得非常幽默 那那個 Volume就可以由0到100 或者是 vice versa OK 或者 剩下你們自己看了 即是可以 脫起地 又穿又適 跟著那個鋼琴的琴件 要是沒有聲音 要是很大聲 喂 真的 喂 如果Gloria你聽到 其實這個不是水翼啊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撞鬼啊 哈哈哈 你是不是被鬼搞啊 我們經常聽到什麼潘兆聰呢 就說 你在酒店房間 你明明已經藏了電視機 或者 最恐怖的就是 你那個電視機 可能拖起電池 已經不知道怎樣 跟著那個電視機 在那裡大聲小聲 喂 是不是鬼來的 不是水翼啊 這些 唉 神經病 接著還有很多客人分享 你們自己看 不過 算了 我不能再說完 都說到現在這樣了 我先用一些不同的聲音去演繹一下 先 Thomas Mona 先跟你報導 前幾天說水星的行 電視零件壞 哇 這個已經是禮牌 他也知道是禮牌 有見及此 我昨天就把壞的電話 及早維修 怎麼知道 維修完那個電話 就崩潰了 哈哈哈哈 還沒計 短短這類的溝通上的問題太多太多 溝通 他也知道這些是一些 很容易出事的範疇 OK 所以我們不要給那位的朋友去尊美 你們將來都要多點去聰明一點 多點去看我這些尖星的片段分享 做人聰明一點 就不會在水星逆行的時候去出意外 繼續看下 由上次下 水逆啊 水逆啊 公司暴露搞了三天 到今天都還要rebook幾 輕 斷了伺服器 輕在這裡 有人就說了 嘩 感受到水的威力 中 跟著 就說什麼 我想都是那個人 對了 都是那個人 account card 還等著 連回伺服器 所有東西都是伺服器 我繞了對手 罷工中 跟著還說什麼 我家本身這個月買新雪櫃 誰知道沒有貨要11月底才有 啊 記不記得嗎 我們在三次二還沒說過 廚房嘛 是吧 還有 天秤座purchase 所以就有延避 廚房的purchase有延避 是不是很認這次天秤座水星的行 跟著又是怎樣 有人的公司電話 突然斷線15分鐘 你想想 公司不是說 你不是說手機 是座頭電話 這樣都斷線15分鐘 真的恐怖 跟著還有 今次水翼不講得笑 試過做做下事 全公司電腦突然關閉了 跟著今天的電腦printer又出了事 真是水翼不得了啊 我對班寶 剛才打遊戲 無緣無故手掣壞了 好想家裡有幾個時備 還繼續有得玩 唉呦 唉呦 我真的不懂怎樣扮聲 就算了 跟著有人就說 雪櫃插頭壞了 雪櫃插頭壞了 OK 碰到用脂肪很少 好了 以上就是這次水晶日行 但是說多次 每一次水晶日行都要去留意的狀況 而這個 2021年的秋季 天明座水翼的回顧 三集全部播映完畢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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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